第一場 先生 這點兒 大人見面了 我已經都安排好了 先生 你一夜沒睡嗎 我安排好了是吧 几点 今晚七点在咱们这儿见面 一起接他 现在时间还早啊 我要陪陪可欣 先生啊 这个 可欣和沐清的事情 能不能等到 周长浩离开以后再去解决 毕竟 送可欣出去就是做做样子 他又不是不回来了 你没有孩子 你不懂我现在的心情 要不是 为了怕节外生枝 我本来就没打算送他出去 现在越来越发现 不能没有他了 可是先生 今天晚上 是我们翻身的唯一机会了 这个我知道 还要你说吗 好了 好了 去吧 七点以前别回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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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等等 来 这 扶着刀 左手 来 压着菜的手指头 要往里头缩 使节得往上 往前面推 刀呢 刀面要向前 下刀的时候 要往前撵着走 记住要撵的感觉啊 这不顺手了 是呢 多练练 对 哇 光一个切菜 就这么多的技巧 那是 爸 你怎么去学做菜的 年轻的时候 眼镜叔大坤和我 我们三个为了蒸一个铺面 跟十几个小伙子打起来 你没辙啊 这开溜了 那个时候你妈妈 已经跟着我了 死活要我们三个人带着她 我也幸亏有了她 这一路上 我们三个都没饿的 所以你做的菜是跟妈妈学的 她一个人太累了 我学做饭 主要是为了分担她的辛苦 后来越做越顺手了 这整个厨房的活就归我了 到后来 洋葱头和铁观音也加入了 我们的生意就越做越大了 可是我自己每天担惊受怕的 就怕丑家和警察盯上你们母女俩 最后 就索性把你们送到国外去 那你那时候做菜已经那么厉害了 为什么不干脆找杨去开饭馆呢 你眼睛说也这么说啊 要是我没干这一行 去开个馆子 也许 活得比现在痛快了 来不及了 人生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是 就一直到你妈过世 我都没有再吃上一口 你妈亲手做的饭 这应该算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吧 但是 妈妈把手艺交给了你 你现在要把手艺交给了我 我做的菜给你吃 那不就等于是吃妈妈做的菜了 得了吧 你才学了这么一会儿 就想冒充你妈妈的手艺啊 以前我问这厨房里有什么味道吧 嗯 什么东西糊了呀 赶快去看看你牛肉豆腐锅吧 我把我关小火